自从演员的诞生开播以来 饱受争议 有人甚至吐槽 有隐私的都被淘汰了 留下来的都是刘良本人没错了 最为一部娱乐节目 大家看看也就算了 但军心有人为演员的表演 马上就要播出了 那就是刘米涛 说起刘米涛大家可能比较陌生 但如果说蓝牙榜里的镜飞 伪装整理的大姐 换了送你惯惯的妈妈 你想起来了吗 刘米涛是作为老气骨 被要参加演员的诞生 知道刘米涛要参加演员的诞生后 网友甚至喊话 他应该做在评委戏 你觉得张子依有资格点评他吗 光看这罪照都不简单 刘米涛虽然这两年才开始走红 但他却是妥妥的中央四季学院毕业 还是金庸的师姐 所以在戏里系要进入多海刘米涛姐姐 早年他这个作品虽然没让他活起来 但也都是佳作 例如在最早的《人与鬼情愿意了钟》 饰演的念小倩 从著名的美貌到侧面的低头眼面 抬头偷笑 每个身形都是一种魅惑 如果传说这么鬼都长成这样 大理都想谈一成恋爱了吧 念小倩之后还有一波当年大日的富贵 刘米涛在里面饰演 嫁给弟主下的儿子陈家珍 从富家小姐到屏下桌炉 毕竟已是操香 前二十年的刘米涛主专进于演戏 几乎连一个惊醒人都没有 也曾嫁给富豪 几乎吸引准备做好妻子的角色 最后发现赵福依馨沉迷撞行 给不了他想要的爱情 果断离婚又开始演戏 竟然慢慢的红了 刘米涛的可速性特别强 他在《音乐预见》里面的扮相 也是美丽优雅 无论是人设 颜值 演技 几乎被眉得飘 现在的刘米涛是一种成熟的美 但年轻时 会让他也曾美过马依丽 特别是侧颜与马依丽 集约相似 他是有装着里面的胡歌 王凯金刚最爱的大姐 是蓝牙榜里面 王凯瑞的母妃 也是胡歌最尊重的敬意 或是新时生活中 敬意的学姐 金刚处子 动物女神 代理就是描述了这样的名词吧 女人的大声中 有点她的部分 马上就要播出了 你们期待